郭寶有人搶劫 大批員警趕到銀行 只見一名男子 手上拿著一把圓鑲 站著不動 原來他就是銀行搶匪 一看到圓警 立刻器械投降 但他連一塊錢也沒有搶 完全不反抗 又夠奇怪 銀行警衛說男子上午8點多 拿著圓鑲走進來銀行 大喊我要搶劫 但他沒恐嚇威脅 也沒動手行搶 只是呆站在原地 讓行員警衛全看傻眼 得到圓警將他逮捕 他才探稱 是因為想吃免錢勞飯 才會想要搶銀行 男子往後向警方公稱 他原本住在台中 媽媽兩年前過世 留給他一筆50萬元遺產 但他不到一年就全花瓜 陸籍配偶也嫌他窮困 離他而去 但男子不力圖振作 反而用搶銀行吃勞飯的方式 來逃避現實 讓警方看了也忍不住只搖頭 記者王家清 陳昭虎高雄報導